大家好 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金 今天是2021年的1月24号 离冬奥会开幕还有10天左右 那国际奥委会的官员还有各国运动员 随团的工作人员 后勤人员等等开始陆陆续续抵达北京了 那防疫工作也进入紧张节奏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台湾海峡突然又紧张起来了 难道说不是应该办奥运期间 国际环境越缓和越好吗 创造一个喜庆祥和的气氛吗 怎么突然间又拔高了战争气氛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今天就来一个一个的说 先说台海这边 台湾国防部1月23号深夜通报 这一天有39架次的中共军机 出现在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这是继去年10月份以后的又一波高峰 那怎么看待这个事呢 简单的说 这就是和乌克兰的局势有关的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 大兵压境 入侵的风险很高 而中共在台海这边的动作呢 其实就是配合俄罗斯 给美欧增加压力 是给普京打助攻的 意思就是说 普京在乌克兰这边动手 那我也有可能在台湾海峡这边动手 那你美国就两头难顾了 你的压力就大了 所以呢 拜登你还是识相一点 就从了普京吧 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这个中共军机突然又活跃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是不是中俄协商的结果呢 有可能是 但也不一定 也有可能是习近平上杆子的向普京献礼 希望日后普京也投桃报礼 等我要对台湾动手的时候 然后你也帮帮我给我打一把助攻 那这就涉及到一个经常出现的猜测 就是习近平对台湾动手有几分是虚张声势 又有几分是当真的呢 应该说在冬奥会结束之前 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那在今年下半年中共二十大开始之前 对台动武的可能性我认为也不高 低于50% 哪怕是很有限的打下金门马祖这些外围岛屿 或者是东沙岛礁 其实它也会引起国际社会相当强的反弹 会引起美日印澳以及欧洲的这个强烈反对 引发对中国大陆的全面制裁 还有各国和台湾的合作关系会立马升级 然而你只去夺得几个战略价值和军事价值 几乎为零的小岛啊 实在就不上算了 相比起这个成本实在是得不偿失 所以呢 那你还不如直接进攻台湾本岛了 所以我觉得哪怕只打下台湾几个外围岛屿 这种小打呀 它其实可能性也不是很高 在中共二十大之前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一般不会发生的事情 二般它就发生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习近平近期 它那种偏执和不理智的状态啊 是越来越强了 你像社会面清零 这种与科学背道而驰得不偿失的事儿 它还是要一脑门子干下去 它也不放弃 那么那些本来就把握不大的军事方案 你指望它会放弃吗 就不太可能了 特别是现在中国的外部环境紧张 经济也掉头向下 那人在焦虑不理智的状态下 它就容易冲动 就容易陷入一种wishful thinking 就是只从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去看问题 这样就夸大自己的把握 忽视风险 我们得注意到 目前乌克兰危机的严峻 是会大大刺激习近平的冒险冲动的 其实在中共历史上是有这样的例子 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 它就和美苏古巴导弹危机 始建相重叠 1962年8月初 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 初步发现了古巴有异常的军事部署 美苏摊牌 这个导弹危机全面爆发 是在10月中旬 而毛泽东发动对印度的突袭 是在10月下旬 所以基本上 他就是抓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暂时顾不过来 这样一个档口上 那这一回乌克兰危机呢 似乎也给了习近平重演1962年 中印战争那种遐想 要知道1962年 当时中共物质准备也不是很充分的 中共解放军 在青藏高原的后勤运输非常困难 它即使暂时把战线往前推进了 它也站不住也守不住 迟早也得退回来 而且当时刚刚发生了三年大饥荒 正是中国大陆国力孱弱的时候 可是毛泽东这次冒险 他算成功了 打了印度一个措手不及 那习近平他打心底里 是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 他就相当崇拜他的偶像 这份敢于下注 敢于梭哈的精神 那在他眼里呢 可能时机比准备充分更加重要 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习近平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 就贸然对台湾动手这种可能性 我们在几期节目之前聊到了隋阳帝东征的故事 他当时的心态和习近平坚持社会面清零的心态有相当的相似之处 这是我们之前节目讲的 但是今天还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隋阳帝东征 它是有条件的啊 它还真的不是阳广一拍脑门子 脑袋一发热做出的决定 就是在东征开始前几年 恰好就是它那个大运河永济渠 在河北这一段完工的时候 永济渠的完工呢 是在大业四年公元609年完成的 它直通卓郡 就是今天的河北卓州 它是服务于向北方军事后勤运输的 而隋阳帝第一次下达东征高沟利的诏书 是在不到三年之后 在公元612年发出的 那从这个永济渠完工到他东征高沟利 中间这两年他在干什么呢 其实他没闲着 他在做军事部署 在永济渠通传的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610年 他就开始向卓郡一带调集军队 建立粮仓 把粮食从南方转运过来 在靠近战区的后方建立后勤基地 他就已经在做这些准备了 而且在东征前的几年 隋阳帝还做了另外几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解决来自于北方突厥的威胁 其实早在隋阳帝大业二年 就是他刚继位之后不久 东突厥的启明可汗就来归附了 当时杨广是下了大价钱来安抚突厥 让他们在北方待着就别给我捣乱 而且在这几年期间隋阳帝·杨广 还数次击败了西北的另外一个游牧民族 叫土玉魂 所以杨广是暂时解决了来自于北方和西北的威胁 他没有后顾之忧了 才在大业八年下达了东征高沟利的诏书 你还不能说他就是全无根据 坐在那空想脑门子一热做的决定 当然在这几年期间也是有人向他建议 这个国家这么些年又搞大型工程 又在四处征战 应该与民休息培养国力 就不要再这么折腾民间了 但是隋阳帝仍然是一意孤行 要把劳民伤财的事情干到底 那他为啥呢 我们很多人事后总结就简单的 扣上四个字的帽子 叫浩大喜功 杨广就是一孔雀男 就是人格缺陷 当然这么说也没错 但是我们这一再强调 我们读历史一定要有一种共情的心态 你才能够品杂出这个历史的滋味 就是你得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放到书里面去 才是你把书读了 不是书把你给读了 就像演员琢磨剧本一样 你得进到角色的脑子里去 进到当时的情境里去 你才能够体会到这个历史 它为什么是这样发生的 不是那样发生的 这个历史才读的有意思 才能读懂人心 也才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判断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以政治学家马基亚维利 他有句话 说的是聪明的君主 他会把坏事一次性干完 而好事就得留着慢慢做 你就千万不能一次性办完了 坏事得一次性办完指的是 给老百姓的长痛不如短痛 短痛会来得更猛烈一些 但是从君主的利益角度讲 也比让老百姓长期遭罪 受到慢性痛苦 带来的怨言要少 对君主来讲 这样也要好一些 而君主对老百姓 是以好处和恩惠呢 就得反过来 你就得慢慢给 你不能一次性全放出去了 得一点一点的给 让老百姓感到今后 还能够从你这收获到好处 从而就会不断的积累忠诚 隋扬帝和秦始皇都不认识马基亚维利 马基亚维利写君主论的时候 他也没读过中国的史书 也不了解这两位 但是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的头脑是一致的 就是都得把劳民伤财的事 一次性做完 你看秦朝刚刚统一的时候 也是这样 军队不解散 就北征匈奴和南法百岳 还从事一系列像长城 像秦执道 这样的大型工程建设 隋朝也是 大运河刚刚完工的时候 立刻就从事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社会已经处于充分动员的状态 各级官僚也处于习惯于压力 比较有效率 比较亢奋的那么一个状态 假如这个时候就放松下来 与民休息 官僚和百姓都放松了 那你以后再动员 不得又得有一个预热的过程吗 现在难受 再加点马 对于君主来讲 无非就是让老百姓 再多苦一段时间 再多难受那么一点儿 比起以后安逸下来 你再动员它 这个难处还是要少一些的 所以呢 就要把这些劳民伤财 这些让人遭罪的事儿 攒在一块儿 一次性做版 这是秦始皇和隋扬帝 他们当时的心态 当然他们也确实有好大喜功 贪图各种各样虚名这种心理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这种人啊 他有自己独特思考问题的逻辑 只不过隋扬帝和秦始皇 都是对社会的承受力 没有客观的估计 一下子加码加得太重了 而且他们也过于迷信自己这套官僚体制 就是有掌控社会的能力 那咱们今天为啥要说隋扬帝呢 意思是要说习近平对台湾的思考方式 很可能有类似的思路 就是防疫清零这个事儿 已经把整个官僚体系和中国社会 都动员起来了 人们处于一种习惯于压力的状态 所以呢 那统治者不免动这种心思 把让人遭罪的事儿 干脆就一次性办完 趁这段时间把台湾也给收复喽 就算多经历一些国际制裁 老百姓再多遭点罪 比大家放松下来 以后又突然间遭更多的罪 引起的抱怨还要少一些 当然咱们不是说习近平 就一定会在疫情结束之前对台湾动手 而是说要从历史当中学到 专治君主 他有一些迥异于常人的思维 你一般不会这么想问题 特别是在民主社会当中成长起来的人 他不会这么想问题 对于这种奇葩思路带来的影响 我们不能忽视 这个是我们从历史当中应该学到的 那说完台湾这个事儿 咱们再回头说说冬奥会 1月23号北京冬奥会组委会通报 这一天从机场入境的涉澳人员有529个人 所谓涉澳人员就是和奥运会工作有关的人员 要不然是运动员 要不然是各国的体育官员 或者是教练员 这个随团的服务人员等等 这一天从机场入境的500多个人 可是就在这500多个人当中 在海关复查的环节 就查出了4个新冠阳性 同一天在那个闭环区 奥运闭环区搞的核酸检测当中 也查出了两个阳性 其实冬奥会还没开始呢 还有十来天呢 可是在这个闭环区 就已经累计审查出了七十几例阳性了 恰好星期六这天 我和蔡霞教授还上了自由亚洲的访谈节目 就专门谈到了冬奥会严防死守病毒 它到底能不能成功的问题 所谓闭环市管理呢 也就是那个奥运场馆区 它本身就是个隔离区 各国的运动员、体育官员 还有随团人员 它就是和中国社会隔开的 他们来中国的时候呢 是专门安排在一个机场降落 和其他的首都民用机场分开 然后呢 由专门的通勤巴士接到那个奥运场馆区去 所以它是所谓的点对点的对接 是无缝衔接 是不和中国社会接触的 你参加比赛完了以后呢 就把你送走 你也没什么机会在中国境内活动 去参观什么中国的春节活动 去拉动拉动中国的旅游经济 也没指望你这个啊 所以呢 这次奥运会 是奥运史上肯定最血亏的一次 除此之外呢 来看奥运的观众也只能是中国观众 外国观众肯定是不能来了 就中国观众这一块也不对外售票了 所以就越来越像朝鲜了 应该是政府安排来的观众 这占相当比例 而且观众还只能鼓掌 叫好都不行 都怕你一激动唾沫星子飞出去 口罩都遮不住了 造成病毒传播的风险 所以呢 它不仅是历史上最血亏的一次奥运 而且肯定是历史上最封闭 最安静的一次奥运 可是哪怕是这样的严防死守 我认为啊 对于奥运会这么庞大的一项活动 你想堵住病毒的每个传播途径 那也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 首先奥运赛场上运动员裁判员之间就有交流 有接触 有的运动项目它还是团队项目 甚至还有身体之间的碰撞 比如冰球是吧 比赛中你又不可能让运动员戴口罩 而且运动员裁判员 他和中方的服务人员 后勤人员之间肯定有接触 还有什么国际奥委会有官员来 外国政府有官员来 你中方得有相应的人员去接触吧 你说这个中方去接待的官员 也一起封闭在奥运场馆 而且奥运会结束完了 还要再隔离两个星期 这个好像也不太现实能做到 奥运会呢 它是个国际交流的环境 而且你中方的体育官员 这个体育方面的专业人士 你也得去向外国同行取取经 对不对 得参观参观别人的训练 就是说他有很多和病毒接触的点 再说观众这个环节吧 中方安排来的观众少 那你怎么也得有一些 否则这个电视转播的时候 看台全是空的 那也太难看了 媒体转播的热情也会下降 那是不是说这些安排来的观众 在冬奥会期间就当全职观众呢 不用上班也不用回家了 而且冬奥会完了 也要再隔离两个星期 一个都不准放出去呢 具体的安排细节咱们还不知道 总之呢 就是奥运会这种超大型的活动啊 除非你不办 或者是整个病毒风险低了以后 推迟办 像东京奥运会那样 你非要现在办 正是奥密克戎在全球流行的高峰时刻 会来往这么多人 他有流动 那你就很难把所有接住点全都消除 你说严丝合缝的防疫 一个都不漏出去 这个困难相当大 之前可能还没有哪个政府能做到啊 冬奥会呢 我还预计会出现不少争议 就是运动员一旦检测出现了阳性 请问他要不要严格禁赛呢 刚刚出来的消息 1月24号国际奥委会 已经调整了那个核酸检测CT值的标准 意思呢就是说 让更多的运动员检测结果 被判断为阴性 方便这个赛事的展开 但是就算你把这个门槛放宽一点 可现在奥密克戎在全世界都已经传开了 你免不了 还是会有很多运动员被判定为阳性 你看1月27号这边 英国就要彻底躺平了 连疫苗护照和口罩政策都要取消了 美国这边就算不全部躺平 有些州还管得相对严一些 但也算大半躺平了 你这边 近来很多运动员 在北京这边检测出来是阳性 如果你给人进赛的话 那免不了很多有水平的运动员就会缺席 参加不了比赛 那这个竞技水准就掉下来了 比赛也没啥可看 而且人家运动员为奥运会准备这么长时间 又大老远的跑来参赛 你给人一隔离参加不了比赛 人家不闹吗 所以关于这个检测阳性的标准 是不是会带来禁赛的问题 预计会是在冬奥会期间相当引发冲突的一个问题 北京这边你看内松外景的景象也越发明显了 北京1月23号这天报告发现了9个本土病例 丰台区200万人被要求核酸检测 基本上北京的情况就是咱们几期节目之前所预测的 北京市当局它应该是掌握了一定病例数字 但是它在拿捏这个时机消息一点一点释放出来 它主要是害怕你一次释放出来的确诊感染很多 就害怕市民去抢购 大批人离京 因为这个公布的病例数字一多 大家就会担心封城 那很多人可能就要跑了 可是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 它又会倒逼政府不得不赶紧封城 就是这么一个恶性互动 那这就搞得相当难看了 就像西安和天津一样 这个北京的脸就没出割了 特别又是在奥运期间 所以估计当局现在还是在拿捏一个节奏 其实北京市政府很多严厉的管控手段 它已经在做了 比如最近有消息说 近期买过四种药品的消费者 北京市民就接到通知了 就是你近期买过止咳药 退烧药 抗感染药和治疗咽喉痛的药 这部分消费者接到通知 要求他们去做核酸检测 你不及时做检测 那就对不起 你这个手机上的本地保应用 就会变成黄码状态 你要去公共场所和做公共交通工具 就会受到影响 那怎么找到他们的呢 显然就是政府通过他们 在药店消费的大数据找到的 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当地政府非常担心市民不配合 出现了症状隐瞒不报 我自己买点药 我自己克服过去 其实这一幕 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就断言 它是一定会发生的 不是说我们这里就挑唆市民和政府对抗去造反 而是人性使然 政府极其粗暴的社会面清零 你既然不顾及市民的需要和感受 那你就等于鼓励市民在瞒报 我出现了症状我也不告诉你 你要是我老老实实告诉你 我整栋楼疯了不说 甚至整个小区的人都拉出去 专门一个地方隔离 那就连续好多天生活没着落 这个后果实在太严重了 那我对不起 干脆瞒着你吧 那现在你把买药的直接黄码了 那我干脆连药都不买了 我就硬扛 这个奥密克隆病毒 它主要是影响上呼吸道 它不怎么进入肺部 所以它造成的重症率很低 正因为政府的粗暴让人寒心了 那市民也就给你躲猫猫了 我惹不起 我尽量躲你 我尽量不让你知道 其实也就让这个政府的严防死守政策 更难成功 这都是冬奥会期间会发生的事 冬奥会本身刚才说了 它就有很多和病毒接触的点 而北京这一块呢 你看它要完全捂住其实也很难 市民又在和政府玩躲猫猫 再加上还有春运呢 还有北京的庙会灯会冰雪节 这一系列活动 那大家觉得这个严防死守 有几分成功的可能 这都是习近平给自己挖下的坑 那么好 今天的时事话题呢 咱们就聊到这儿 星期二我需要准备咱们另外一个频道 文昭思绪飞扬上的内容 那个频道呢 是星期四和星期六更新 那在文昭谈古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呢 咱们就是星期三再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